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夜冷風 晨星灌開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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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APOLE 吉尺 李宗盛 更音 拍 out ��咖手 天下第一 光弄 Match 剛中 左陽 Mister QUEENT 他OD 愿早已愿飞 愿天愿飞 总要怀生悲 不死你去 不死亦记 太痛快了, 太痛快了 柳原美一走, 老的病, 暖的風 胡家大宅院很快就變成凶宅了 我跟你說, 不用太多人 等我老爺雙腳一身 廢牢鬼斷了氣 大門口, 你的烏虎門扁 就會變成我落虎的門扁了 你別太早得意忘形形 始終烏家的主人還健在 這塊門扁也還沒換成人和堂 你要做夢的, 還是等夜晚才發吧 你真傻 不是有柳原味 烏家早已家破人亡 現在柳原味走了 烏家也是這樣 你要知道 從現在開始 烏家大大小小的事 都掌握在我們手上 你一心想要得到烏家 是不是 包括烏家 一門不散的大黑鵝冤鬼 如果大黑鵝冤鬼 帶來住這間大屋 那他要找的 對烏家齊同小七二 你真是以為 大黑鵝會瞞著來找我嗎 絕對不會 因為大黑鵝一心惹了斷 和烏家前世的冤仇 所以除非你烏家的長子 要不然絕對不會來搞你 我知道你有這個本事 快點 盡快把你鵝冤鬼引出來 我們盡快剷除烏家齊父子 那烏家的一切全都給你 我不要烏家的東西 那些東西是你的 我只要你 大黑鵝, 你來找我吧 我已經送上門了 送走了如眉和小七二 我也再沒有後顧之憂了 所以我來找你 為了要償還烏家欠你的債 不管欠你多少 都由我一個人來還 你不要再搞烏家任何一個人了 你會把雲雞影 你會扭理你 你會扭理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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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赫娥 你有本事就来了 我用我全身的血 你换玉米和小七姨永世的按铃 大赫娥 你快進來吧 如果咬成碎片 就護家所有的噩夢都變成碎片 你儘管進來 我不會怕你 小七姨 我們來世再斷怨了 大赫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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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駱大夫 謝謝駱大夫 你不知道衣術有苗手回春的能力 是 你今後一擔保 在外面幾個大人買家 也幫我們這間小字號下訂單 這個艷芳是百年的老字號 我因為行義交了不少貴人 這次只是穿心引線 要來買家滿意 還要靠朱老闆你們自己的金七招牌 你太客氣了 這次無論是你多留幾天 我可以好好招待你了表心意 是… 小七二, 還不快點叫人 駱大夫一到就馬上提醒你 叫人 駱…駱大夫好 乖 小七二, 你有沒有好好學手藝 她學習很快, 而且她又聰明 再過了幾年 我賺錢的本事都被她學了 小七二, 過來 她才不肯在我們這兒學習 只是學會偷東西 就教她吃了 扶生少爺, 扶生少爺 扶生少爺 對不起, 朱老闆 我不知道有人走 等著 快點給 給誰 你說 這塊玉佩是… 總之不是你的東西 你不給別人, 你就是賊 你才是賊 小七二, 你亂說什麼 朱老闆 鄉下小孩不懂規矩 不懂就教她 在人家面前多失禮 幸好駱大夫認識小七二 我以前二診去過她家 幫她爹看病 她家雖然窮 不過她很乖 小七二, 我們去做事吧 爹, 你怎麼樣? 你沒事吧? 不用怕… 爹在這裡, 坐下… 沒事的…不用怕 你… 朱老闆, 你沒事的 那是大夫 大少爺哪裡受傷 我馬上幫她開藥方 我保證, 約刀病除 不過她的藥苦一點, 怕她不肯喝 沒事的 不用了, 我現在不痛了 我不痛了, 不用了 乖兒子, 怎麼樣 你真的不痛嗎? 姐姐, 我本來是向你告狀的 這個剛剛來的女公 在包袱裡 收了一塊耐力不明的玉杯 她跟拿花花說 她家窮得快要欺負了 可是那塊玉杯呢 她跟爹給我玩的一樣值錢 有了她可以做少奶奶了 要不出來做女公 這個臭小子 經常幫著那個女公 當然是跟一個賊鬥出來的 朱老闆, 少爺三番四次去刷人的東西 上次是小七二, 這次又是… 我看她可能是因為這樣 才會幫柳嫂抱不平的 朱老闆, 柳師傅說得對 小七二她沒有惡意的 她只是不小心推了少爺一下 你不要怪她 至於花玉杯 如果少爺喜歡的 那就拿去玩吧 請你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那算怎樣 要玩玉, 玩古玩 我給不起她嗎 她去查人包袱 還是不想那些 來歷不明的人 混入我們掩荒 給我看這塊玉杯 是非黑白 就會清楚了 地上這塊玉杯 真是你嗎 你怎麼稱呼 我姓柳 我叫柳嫂 哦 這塊玉杯後面 黑了我很大的柳字 我想 這塊玉杯應該是柳嫂的了 沒有 這塊玉杯 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有的 我梁家本來家景不錯的 花玉杯是我陪嫁的首飾 後來梁家家到中落 夫家又經傷失敗 所以我卻不得已出來做事養家 是假的 柳嫂來的時候 我聽到喇叭花問過她的身世 應該不會假的 我行醫走遍大鄉小鎮 看人也算是有心得 我看這位柳嫂談吐不足 出身應該不錯 朱老闆 好, 我想你就是大事化小 將塊玉杯給她 拿回去 謝謝朱老闆 爹不追狗而已 但我被人推落地 我不憤怯人, 爹不死你 爹不死 你怎樣了 少爺 伯父 快走 別打 親兒, 別打 少爺, 快幫忙 住手, 住手 住手 先生, 別打了, 別打了 靖兒, 體痛 在我面前打了手 別打了 這兒誰是當家 快點住手, 住手 小七爺, 快點住手 不然你被人趕走了 還會連累柳嫂 跟你一起無家可歸的 住手, 住手, 住手 別打了, 住手, 住手 少爺, 你放我去吧 你看, 小七爺已經被你打成這樣 爹 你怎麼回事 爹, 你怎麼回事 我先打我 你不用怕 氣死我了 我們染坊 是不可以收留這麼好教養的小孩子的 朱老闆 朱老闆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小孩子是操手操腳 但你沒有機心 怎麼比那些困惑的學徒 是嗎 當給我面子, 別跟他計較了 我們不是還有很多重要的事還沒談的嗎 我記得了 還有幾間布箱託我找一間上過的染坊 不知道朱老闆 你的錦記染坊有沒有能力應付呢 好 陸大夫 我們錦記染坊人手充足 染工就遠近第一 我帶你到處參觀一下 好 你回去 叫喇叭花, 找你麻煩人 沒事的 房間裡我的藥需要一些藥膏 帶他去查藥就沒事了 帶他回房間, 你先照顧他 我去找藥膏 小七爺, 你忍著 我去洛大夫的火拿藥 小七爺, 娘在這裡 不用怕 老天爺 老天爺, 你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我們母子已經淪落到這樣的地步了 你還不放過我們 小七爺 娘, 我已經習慣了 很快就你也習慣了 小七爺, 藥膏來了 柳嫂見到我, 就會想起她的兒子 我也覺得她像我娘 難怪她把你當作親人保護了 你又為了她跟小爺打架 好了, 柳嫂 大家只是出來賺錢 太快了 我經常跟小七爺說 說她遲些一定會見回家人 叫她忍著, 不要傷心 柳師父, 謝謝你這麼關心小七爺 還有我, 謝謝你 小七爺, 來 我幫你塗藥 不要 你幫...幫柳嫂先塗吧 她的手還在流血 幫她先塗吧 幫她先塗吧 看你們兩個 真是始終兩母子 兩個都不要養了 我幫你們一起塗藥, 來 我不要緊, 你幫她先塗吧 等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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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塗拿走 好, 要不等 我沒理由 你不一起塗! 我幫你塗傷吧 可以塗抹! 你不要緊, 你不感じ路 趕緊, 愛! 還痛不痛 你痛不痛 那不痛呢 二爺 二爺是女人不好 是我連累了你 難道在這裡好過厭上呃口症嗎 就算大黑我找到你和找到你爹一樣 最起碼我都可以親身照顧你 但是現在你在我面前流血 我只可以裝得沒事 娘 你看我已經不痛了 你看我真的不痛了 我不會再相信那個法師的話 我要帶你離開這裡 娘 娘 你帶我回家 你們不要回去 我這次來是受了家齊所託的 她的病好像已經比一天更重 她知道這次 已經很難逃出呃口症的劫術 所以叫我來阻止你們母子 回去護家 我 小親兒 只要打入烏家門口 烏家駕破人亡的命運 就改變不了了 當年如果我相信大黑我的傳說 我就不會嫁給家齊 雖然我親眼看到大黑我現身 但是我還是不相信有大黑我 不是, 你一定要相信我 大黑我的嘴咒是千真萬確的 你不能用小七爺的命去賭 她烏家唯一的希望 你已經不能幫烏家再生一個弟弟了 難道你要逼烏家失去埋他 走上絕後的路嗎 娘, 我們是不是要收拾東西 回去看看爹和媽媽 小七爺, 在駱叔叔面前 你跟娘怎麼親密也不要緊 但是不要忘了花師說的話 對著愛人, 千萬不要叫錯 知道了嗎 我知道了 我只在駱叔叔面前才可以叫娘 娘, 娘 劉如美 你熬不了多久 你不用多久 就會跪在那裡求我 帶你母子倆離開染坊 客官啊, 我好像中了樹 很不舒服 我去那邊休息一下 客官, 你自己到處走走 喂 喂, 你怎麼可以停在這裡 手軟腳軟真的不能動了 我要休息一下 你們自己到處走 好, 那你在這裡休息一下 我這裡伸一下腰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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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湖上 把你送上去 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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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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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媽, 把你的藥放在桌上 我自己喝就行了 我自己喝就行了 彩鳳 駱大夫不是叫人把你送上去柳家的嗎 因為我知道 小姐當人最講情義 對對下人也是一樣 他就是不忍心我和他 一起去縣城受苦 所以才把我一個人走 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回柳家 等老爺和夫人知道小姐自己去受苦 會很傷心的 所以你寧願留下也不回去 我留在這裡還有一個原因 小姐和孫少爺最想念的人就是姑爺你 所以姑爺令小姐很傷心 但是為了令小姐安心 我會好好照顧姑爺令 這是我唯一可以報答小姐 我也想一死 你回報餘味對我的恩情 眼看著大坑部 已經上了我的身 從此烏家的冤孽 就可以了斷乾淨 不過 為甚麼他又不轉入我的身 豈不是又要放了我呢 讓我求死不能 比死更難喊 小姐 小姐, 你記得銅鑼大符號 好… 後日是我孫兒滿月 好… 我們何家中親會向他叩頭借 好…我知道… 我一定會跟他說的 記得跟他說的 好…謝謝你… 慢慢走, 不送了 你… 你終於回來了 我還以為是師父 他應該昨晚就回來了 庫洛姑娘, 你看看 這些東西是南村何大娘送來的 你應該聽過了 我師父令她入門十年的媳婦 生了個大龍蛋 一生就生了個有幾斤重的肥仔 整條村都在說 說何家媳婦切了洛大夫配的伏龍肝之後 才有得生的 師父, 真是本事的 這支伏龍肝 原本是醫害起的毛病的 想不到師父加了新配方 結果真是好死 十年來 連屁都不能放的何家媳婦 後日就擺滿月酒了 這個配方, 你有沒有 當然有 這支伏龍肝 是用舊爐做上面的做土 一片一片小心刮下來 再用水煎煮沉澱 你不是怕第二天沒得生 想吃一劑吧 庫洛姑娘 我是不是說錯話了 你別哭了 庫洛姑娘 你說話吧, 你說話吧 我...我嘴巴真是壞 不如獨自獨算 我經常說錯話的 令你傷心, 過底打 別打了, 你沒說錯 你真是沒說錯 我是不可以生小孩 我不可以生小孩 不要 又怎麼會呢 你這個人這麼漂亮 功夫又這麼好 就是因為練功夫 長期血氣流失 所以... 長期真身子練壞了 原來是盤骨內氣血不通 所以沒辦法壞人 雖然是難一點 好好調理 鐵樹也可以開花的 真的 你放心 等下次師父再配果劑藥的時候 我會偷偷幫你多配一服 過幾個月之後 保證你生了一個大胖子 人家是未過門的姑娘 跟誰生啊 如果... 如果你還沒有人要的 索性... 索性嫁給我做老婆算吧 我是說真的 我不想等滿師了 我想快點回鄉下 這裡的陰氣越來越重 前天晚上 我在師父的房間裡 看到一大群一大群的大黑鵝 飛來飛去 嚇得我連茅廁也不敢去 師父 師父, 你幹甚麼 我去執行你 你... 你為甚麼引我去亂做老公 叫大黑鵝敲我 原來...原來你是被大黑鵝搞成這樣 廢話 你只是大黑鵝的化身 怎麼樣 被我冤枉得很痛嗎 對付我的時候 就不怕我會痛嗎 爛出來 我...我真的沒有做法了 大黑鵝...大黑鵝是自己來找你的 他來找我, 當然瞎了眼睛 你的仇人是誰都不知道 那胡家齊才是 你知不知道 你跟柳如未去完成那一晚 胡家齊曾經想自我了斷 他做胡家冒怨 找大黑鵝拼命 我也盡力這樣做法 開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我把大黑鵝全部都引出來 結果...大黑鵝把烏家齊圍住 大黑鵝終於解決了烏家齊了吧 不是 大黑鵝在最後關頭放走了他 放走他 一定是你在最後關頭沒有全力 大黑鵝才會放過他 我盡了全力的了 我做法的時候 好清楚的感覺也有股力量 比我發力更大 我根本就鬥不過他 我們都好像被壓住一樣 差點連氣都透不過 還幾乎沒命 我想...可能是大黑鵝在這裡警告我 夠了 你不要在這裡找藉口 說大黑鵝要找你 大黑鵝只會去找他的仇人 連小喜子也見過 有一群大黑鵝在你方外面飛來飛去 為甚麼要來找我 為甚麼要來找我 大黑鵝找你一定是有理由 一定是跟烏家有關的 我們要找出原因了 烏家是害死我娘的兇手 你是不是有甚麼要瞞著我 我還有甚麼要瞞著你 除非你娘有事瞞著你 我娘為甚麼要這樣做 她有沒有做虧心事 有甚麼好欺瞞 我只是想知道所有的事實 不是, 我也幫不了你的 滾, 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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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沒有你幫我 我又可以報仇 麻煩...開門 麻煩... 娘, 為甚麼整件事都變成了 到底為甚麼會這樣 娘, 你要保佑我 你一定要保佑我 不要哭 就算你是大黑鵝 也阻止不了我報仇的計劃 娘, 娘 你先坐下吧 我想駱大哥也快來了 佳齊 余薇回娘家之後 連一點信息都沒有嗎 有, 當然有 余薇她說很想念你 所以我打算接她回來 你不用再騙我了 我也希望余薇 長期住在娘家 不要回來 娘 她怎麼回來 家裡上上下下 誰不說 余薇是被你和虎柳 那些亂七八糟的醜事激走的 現在就好了 余薇不願意回來 虎柳更加連見都不肯見你 她一見到你就找好了 駱大夫 老夫人 你又何必為這種小事勞氣呢 駱大夫請坐 搞成這樣 也要有人善後的 我看 我盡快送虎柳離開烏家 送她回到鄉下 那怎麼行呢 糟蹋了人家的清白之後 隨便打發人家走 這麼不道義嗎 這些不是我們烏家的人 做出來的事 那倒是 烏家又怎麼會做了那些偉人名戰 讓人家一輩子抬不起頭的虧心事呢 好 我是說老夫人一向厚道 雖然她只是丫頭 但又怎麼會虧待虎柳呢 是不是 丫頭又怎麼樣 丫頭也是人 更何況 有了鵝災之後 烏家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風光了 事情已經搞成這樣 我也不在乎家妻 娶個丫頭做妾氏 不行 我有家室 我不用娶妾氏 娶妻沒得生養 和沒有娶有什麼分別 我不會答應的 你無權作主 小七兒可不可以逃過劫難 撿回你的命 也沒人敢說 你還不趁著年輕 你幫烏家留個口 怎麼對得住我們烏家 老夫人 我跟你說 我已經半隻腳踏進棺材了 我...我還能擺多久 我還能管你多久 老夫人, 小心點 家齊 你就當娘娘臨死之前再求你一次吧 娘, 你不記得 好, 娶妾臨上花繳之前 她連校服也穿上身的 她下了這麼大的決心才嫁過來 我不可以對不起她 不過 娶妾也是個大量的人 我想她應該會體諒到 老夫人想有第二個孫的心願 這件事 虎妾一定可以做到 連駱大哥 你也贊成我娶婦柳 我當然贊成你和婦柳這頭親事 老夫人, 坐吧 我和婦柳是同鄉 她家家很嚴重的 所以我很清楚婦柳是個規矩 而且有清白的好姑娘 家齊 婦柳年輕, 身體也好 你娶了她 老夫人一定會看到 你為烏家再添多個孫子 說不定會是幾隻老虎仔 駱大夫, 你說了 虎妾會不會答應做妾事 這件事就放在我身上 我說話, 虎妾她也應該肯聽 多謝, 多謝駱大夫 多謝駱大夫 家齊, 還站著幹什麼 快點, 快點多謝駱大夫 那麼多年來, 烏家的大事小事 都要麻煩駱大夫 當年, 駱大夫帶虎妾來我們烏家 就好像已經知道 虎妾和家齊兩個會有這麼多人了 老夫人這麼說 好像把老天爺的安排 都當是我樂猛凡一手造成的 好 你怎麼給我 我吃飽了, 給你吃 你騙我 我整碗吃完都還沒飽 你只吃幾口, 又怎麼會飽 我我習慣了 喇叭花生不是不埋伏我 就捱我的 怪不得你這麼瘦 Daisy, 你做我老婆 我一定會給你大碗飯吃的 不用讓來讓去 兩個人都有份 來, 多吃一點 謝謝 柳嫂 快點吃吧 以後我會想辦法 多給你們兩個多飯吃 小孩子吃不飽又怎麼會長高 兩嫂, 你是否把自己的份給我 和小七二吃 我知道你是最後一個吃飯 桶裡面的飯應該是你的 小孩子怎麼跟大人呢 你們的爹娘知道你們吃不飽嗎 會很心痛的 是啊, 他很想念他娘的 所以我會常常照顧他 不用他娘擔心 真是怪 如果小七二的爹娘 知道你常常照顧他 一定會很感激你的 這裡就是被虎生打傷的 沒事, 只是傷了一點點 乖 柳嫂, 每個人都說你傷得好 人品也好 不像那個喇叭花 她的樣子很醜 你一點都不像做工人 做什麼都不要緊 只要我每天都能看到最親的人 什麼苦, 我也不怕的 誰是你最親的人 我的兒子 她真是一個很生性的小孩子 那她去哪裡 又不去善芳這裡 怎麼你每天都會看到她 她在我心裡 我時時刻刻都會看到她 她真是很怪 她捱我又不怕 捱打, 她也忍得住 但是, 她越是忍得住 我這個做娘的就越心痛 小七兒 小七兒, 怎麼你哭得這麼傷心 你現在聽到柳嫂提起她的兒子 你又想念你娘嗎 娘, 娘 娘, 你看小七兒哭得多淒涼 你就扮她娘親, 親一下她 你們是吃飯還是吃石頭 吃得哭哭哭忽 吃一頓飯都要一個小時 你這個小美吧 我在前廳做到尿都沒空去吃 你走得很快 你來這裡做大小姐嗎 花姑娘, 如果你累就去休息一下 前廳的事讓我做了 等我做完事就回來收拾一些東西 那好吧, 我真是累到死了 牛師父和朱老闆都在前廳喝酒 你幫忙拿點酒過去吧 娘, 你別幫那八花做事了 朱老闆一喝酒就會喝天亮了 又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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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沒有當你是染暴師父的 我們就像親兄弟一齊打天 將來一齊一齊享享萬福 好, 來 好, 來 喝酒 我不喝了 朱老闆, 其實喝酒就跟做兄弟一樣 可以有一輩子時間 不用急著一次過喝完 不行… 你喝醉了, 別喝醉了 我明天還叫他做事 不行, 我們兩兄弟都沒有老婆 你這杯酒就是老婆 越是晚上就越要他陪 幫牛師父, 倒酒 謝謝… 夠了… 倒, 倒… 倒, 倒慢一點… 你們的手很滑 你們的樣子, 還沒人… 你的腰又有 朱老闆, 朱老闆 走…過來… 朱老闆, 你醉了 我這樣吧 過來, 陪我喝酒 來… 朱老闆, 朱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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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老闆 朱老闆, 朱老闆, 朱老闆 原天若渭, 朱老闆 ador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